华尔兹基本功之女士柔美训练 很多同学觉得自己的舞姿呢很漂亮 但是不够柔美 男生会觉得自己比较适应 那怎么样让女士在跳舞的时候变得很柔美呢 首先最基础的一点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和部位 哪些位置需要用力 哪些位置需要放松 例如我们在做架行的时候呢 肩膀一定要放松 手肘一定要有力 手腕一定要放松 手指一定要有力 所以我们在完成架行的时候呢 身体拉好 然后肩膀放松 手肘有力 手腕放松 手指有力 放松 有力 肩膀不能紧 肩膀紧了之后呢 整个身体就僵硬了 手腕不能紧 手腕紧了以后呢 也会变成僵硬 所以呢肩膀和手腕一定要放松 但是手肘和手指膀要很有力量 所以我们在做女士柔的时候呢 是需要不断的去加强练习的 并且有多种训练的方法 今天呢分享大家最基础的就是知道 哪里用力 哪里放松 哪里有力 哪里放松 这个是关键 好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下一期再见